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老师 那我们来到这栋郭氏古宅 看它的外观真的是 非常的漂亮 而且保存很完好 那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哇 你已经准备好 这个手上的资料 所以这是它以前的样子 这个是1996年拍的画面 那当然 它1917年的建筑 那你可以看到 当时它是被称为 叫做内湖的红楼 就像我们现在称建筑 叫做红楼 你可以看到 当时的主要建筑材料 就是很漂亮的红楼 那我们的内湖跟南港 是非常重要 在当年是很重要的 砖瓦窑的一个盛产的地方 所以它的作品 就叫做红砖跟瓦片 那从建筑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哪一个时期 哪一个时期所用的建材 刚刚说了 它是1917年的作品 我们的总统府是1919年完工 所以总统府也很多都用红楼 所以从建筑真的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年代我们用了什么样的建材 这就是一个记录 这张它其实本来它这里的额头 写的是避凤宫 我再给各位看一张这个对比 因为那时候我们内湖有一个 所谓的六角头 那六角头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 角头文化的那种 黑道的角头的意思 不是 那时候我们的内湖有六个角头 那个角头就是讲 聚落 聚落 所以有六大 那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边叫做山坎 也有叫新笔位 刚刚我们第一站的剪头 那也是一个角头 所以有六个区块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又 刚刚那个是1996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1988年 然后呢 那时候有五个神明 那那个神明是指什么 就是说有神明 可是它没有固定的庙宇来侍奉它 那他们称这种叫做神明会 那当时的这个五个神明就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 土地公一定有嘛 再来就是什么 马祖 再来就是什么 我们讲的那个 五谷 五谷大地就是指谁啊 神龙大地 再过来还有谁 三戒 三戒公 就是指摇顺宇这个三戒公 就这五个神明 然后呢必须有拔杯 然后那一年这个神明呢 就住在罗祝他家 那本来这里呢 那时候叫做碧凤公的时候 有一个想法是想把马祖拿来这里 做一个固定的奉事的地方 可是是没有被同意的 当然是 当然要尊重这个在地的 这个屋主的一个权利吧 所以这两张你看 它修好了以后 1988年跟2021年的一个比较 那我们看古迹看建筑 其实就是看过去现在未来 对 这样来比较 你比较厉害 你比较厉害 好 那还要再请各位看到 这个外观 在那个年代也是蛮重要的 叫做坊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 坊巴洛克式的建筑 所以在台湾 你还有几个老街可以看得到 迪华街 有没有 还有呢 三峡 还有呢 大溪 大溪 大溪老街也是很漂亮的 这样子 你们家做得比较漂亮 我家要比较漂亮 所以这个外面 绝对没有COPY的图腾 绝对没有 那这边还有两个更有趣的东西 在这个圆弧形的这个底下 有没有看到鹿跟竹子 这要塗台译才知道 你看这边 鹿跟竹子 台译好多 点跟落 点落 点落 的意思就是得到福禄的意思 所以看这个就是要看这个才有趣 对不对 这边呢 你看到了什么 鹤和松 对 那松跟鹤在传统观念上就是什么 诸后人家什么 长寿 长寿 然后竹子呢 那个鹿 鹿是谁拜寿的时候 骑的坐骑 我们常常讲麻菇 现寿 所以麻菇的坐骑就是 龙 所以这个龙 其实就是谐音 福禄寿的那个鹿 然后这个呢 是谁的坐骑 我们讲长寿一定想到有一个 南极先翁 所以南极先翁的坐骑就是白鹤 那所以鹤 其实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嘛 就是 祝人家长寿 所以你看它很公平喔 南极先锋是男士 对不对 所以祝福男士 长命百岁 麻菇是女士 也要祝福我们的女士们 长命百岁 所以 有没有公平 有 可是有一个规矩 男左 女右 看就是要看这些有趣的东西 有没有 超有趣的对不对 你看它的那个门帘 也是在那个年代是非常讲究的 用砍进去的那种石雕的方式 有没有 所以那人做到这些都是 所以那个门帘就是 它那个 刚刚您说的那个浮雕 也都是从以前就一直流到现在 对 所以那人做到真的是 好的人才能做的事情 真的 而且很讲究对不对 对 所以1917年的作品到现在 真的是超过 就保存很完好 对 那当然需要去做维修 或是做骨鸡的一个保护 或是整理 那当时总共五千万的 整个这样的一个费用 可是文化局有 因为列为骨鸡嘛 所以政府要出一点钱 政府出了一千五百万 其他都是国家的人来帮忙 那国家很多都非常有钱的人 国家的质地也都是很棒 那他们当初 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因为他们的唐号 所以他叫贝 他贝叫做焚羊王 那我们近代史上 有一个人被称为三溪王 是谁 不知道 那是中华民国里面 第一任的行政院长 叫做颜锡山 所以这两个都是 一个是近代的 一个是豪古前的历史 唐朝的历史的一个宰相 所以我们这个历史 来看古今中外 这才有趣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